各位好 我是彭慧珊 港股今天整體走勢沒有一個一致的方向 大部分的時間來講都是維持上落局面 雖然在早段時間來講 指數曾經是一度就叫做回升過 以及也都是上回到26500這些碎片流上 但是整個的上升動力是不足的 主要都是因為市場是比較擔心 個別的一些內地的股份 當中包括一眾科技的龍頭股 可能會有機會進一步被中央的方面 指控他們有壟斷的行為而受罰 再加上在短期內一眾比較大型的中資股份 也可能受到美國制裁下 有更加多的企業是會被剔出一些國際指數 所以在利好利淡消息大動下 整個港股基本上都是繁複為主 現在去看回恆治今天跌了116點 跌幅不算大 但是看回那個指數來講 在現在叫跌穿一條20天線 也就是落到布里加通道底部附近的時間 很可能在短期裏面 都會有機會試回到那個底部 甚至可能在2萬6100這些水平 都有機會在月底之前試 但是我相信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是試到那個布里加通道底部不跌穿的話 短期裏面反彈上來的動力 也都隨之會是擴大 因為現在去看回布里加通道的垂直高度 已經是進一步收縮 去到只有700點不夠的水平 在這樣的波幅底下 反而有機會令到港股在短期 碰了通道底部之後 隨即帶出來的反彈是可以將指數再一步推高 現在去看回整個市 基本仍是向上的局面 是未有被破壞的 總之今天來講 那個成交額 都是1400億 而且也錄到大概11億的資金流出 但是沒有改變到 整個市仍是繼續向上行的方向的